哈喽大家好,我是Henry 今天我们来聊聊人生的黄金十年 马上开始 各位,首先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为什么黄金十年是那么的重要 那我们发现到第一个原因就是 它是我们人生变化的最大的十年 那这些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出以下的几点 第一个就是从依赖社会到完全独立 从社会责任的空白到独立自主 再到需要为别人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十年 第二个就是社会关系从空白到丰富再到复杂 第三就是能力储备,双伤 资源积累在这个时候快速变化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选择机会多,可塑性强 那第一个我们先来搞明白选择的机会多 成年前我们缺少足够的资源去选择 我们的社会资源太依赖于父母或者其他社会的关系 但是成年后社会的大门逐渐向我们开放 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关系比较简单 没有过多的约束 可选择的机会很多 就像刚刚步入森林的边缘,面前的岔路很多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可塑性强,什么意思呢? 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 同时做出选择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也会越来越多 比如说要考虑父母、爱人、未出世的孩子等等等等 这样人生可以选择的岔路口就会越来越少 中年人的悲哀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发现人生的岔路口所剩无几 而且选择岔路的权利也被别人制约 可选择的寥寥无几 并且笔直的通向远方直勾勾的可以看见自己的坟墓 那第三个原因为什么黄金十年很重要 是因为我们投入产出比最高的阶段 人生黄金十年投出产出比高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黄金十年是我们学习状态最好的几年 是我们学习转化效率最高的十年 这个阶段我们的智力发育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25岁以后的晶体智力会停止增长 开始下降 我们的记忆力和智力逐渐消退 第二个原因就是黄金十年我们较少受到自身固有的 知识经验的影响 对外界信息的好奇心很强 能够主动接纳经验之外的信息 第三个原因就是黄金十年外界对于我们的干扰比较少 这段时间我们正在脱离原生家庭的影响 也没有新生家庭的负担 能够有较多的时间经历去学习成长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在黄金十年我们可以规避的错误 第一个可以做到的就是我们应该意识到黄金十年的重要性 古语说的好 黑法不知情学早 白手翻回读书词 世界上所有的后悔都源于对往昔未尽知识的重新假设 可惜时间是线性的 无论愿意与否 我们都在时间这条线上不急不缓地往前移动 一秒都无法回头 如果不想后悔 就需要清楚自己目前所处的这段时间线 在人生中意味着什么 有的放肆 有所取舍 有选择的挥霍 有目的的珍惜 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的是需要勇气 有一首歌叫做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 要怪就怪自己当时没有勇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人啊20岁以后 我们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啊 是不是会越来越冷漠和软弱 大家都在一步一步上失直面生活的勇气 勇气是这个社会最稀缺的品质 勇气不是愤恨或者浑身戾气 而是坦然面对生活真相的乐观天性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就是坦然面对生活真相的勇气 各位 直面生活其实是需要勇气的 因为维持乐观 你需要付出信任 准备承受失望和保持自我 那现在的生活中很少能找到强势人生的例子 对自己强势 对别人强势 对生活强势 牢牢掌握人生的主动权 反而是妥协 随便 自以为淡薄明智或者明哲保身 其实还是对人生真相的回避 不自我欺骗 不选择性无视 不冷漠 不回避 承认现状 憧憬未来 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大家想想 这个全世界最贵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大家想想 其实答案是坟墓 为什么呢 因为坟墓拥有着很多的这些点子 很多的创意 都没有这个勇气去表达 没有这个勇气去告诉别人 就把这些所有最珍贵的创意 最珍贵的点子 全部都把它带进了棺材 所以各位 我们不需要回避 不需要逃避 勇于表达 勇于告诉世人你的创意 你的贡献 不要把它带进棺材 遗憾一辈子 所以 结论是 好好地利用我们的黄金十年 发挥它 好了 今天的分享 就分享到这 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 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留言 那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